第一個,這個地方一樣是多邊形三邊 那你就拉一個大概,拉一個水平的就可以了 那位置如果不對的話,沒有關係 你可以等一下再調整,再加Ctrl T Ctrl T,然後把它的位置稍微往上拉一下 然後往裡面拉一下 那如果位置不對,你就再移動它一下 它其實還可以再移動位置 移動一下位置 那位置移動,可是問題它的這個地方一定要500 現在移動500,OK 那Y的部分不用理會它沒關係 第一步,先讓它產生一個光芒 並且在500的位置 第一步,打勾 第二步的話 我好像底下沒有平,沒關係 反正應該大概知道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再Ctrl T 做什麼?旋轉 所以第一個先產生光芒 第二個再旋轉 那旋轉的中心點先往下拉 拉到500,500 所以這邊的話記得改這個數字 500 然後這邊也是改500 中心點位置 並且把這個角度改30 它就旋轉了 打勾 再來就OK了 接下來怎麼樣呢 就按Ctrl Shift 加上LT 這三個一起按住 再加什麼T OK就完成了 所以三個步驟 一,產生光芒 二,旋轉一次 記得就旋轉一次 中心點在這邊 第三,就是讓它不斷重複前面的動作 如果你做不好的話沒關係 再把它往下拉 輕掉重來就OK了 好,那假如你做完之後的話 你希望再加一個國旗 你會發現我們已經做出這個部分的光芒 對不對 這個國徽 可是底下需要一個背景 把它放過來 好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第一個請你把這個檔 另存新檔一下 那存檔的名稱就是國徽 你把它放在你的隨身碟 這個第一個作業就完成了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 製作一個國徽 OK,按存檔 OK 然後呢,直接按第一個就完成了 第二個的話 請你再開一個新的檔案 把它叫做國旗 然後呢,這個地方就用 兩千 兩千,為什麼兩千兩千應該知道吧 因為它一定是什麼 放在四分之一的位置嘛 所以,剛好兩千兩千個像素的國旗按確定 那這個時候呢,請你編輯什麼 填滿 顏色什麼顏色 紅色的嘛 OK,顏色 紅色就是多少 255 對對對,OK,好 這樣的話沒問題 大家應該都已經知道原理原則了 按確定 再來怎麼樣 把剛剛這個東西 把它整個 複製到 這邊來就好 怎麼複製 記得喔 把這邊 全部先選 按序色鍵 我建議是 全選 按右鍵 把它 先做 看要不要連結 要不要合併 不然不用合併沒關係 你也可以複製圖層 就是全選 就複製圖層 複製到哪裡 他會問你說 你要複製到哪裡 你就選擇 國旗 複製到國旗喔 全選 複製到國旗按確定 這樣就OK了 他會自動幫你把它放到左上角去 好,我們來試一下 切過來國旗看一下 他跑到這邊來了 因為有兩個國旗 這個先關掉一下 這個先關掉一下 因為他有兩個國旗 按右鍵 複製 或者你可以先連結 你可以複製圖層 然後複製到國旗 按個確定 切過來看一下 國旗過來了 有沒有 就這樣這麼簡單 OK 不過你們的節度變長條形了 正常應該是正方形的 因為你們的節度關係 可以另存新檔 那這個部分的話 把它存成叫國旗 那所以今天就兩個作業 國旗跟國徽 OK按確定 那就完成了 這個跟這個 不過這個有個缺點 就是那個底下那條線有點不齊 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拉一個大概而已 OK好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試一下